无所不在的引发商机 2021年 全球老龄化 排名第一的日本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27% 台湾也不遑多让 2018年 老龄人口65岁以上 已超出了14% 正式进入高龄化社会 不仅如此 国发会还预估 台湾将在2025年 进入超高龄社会 也就是说 每五人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老人 2034年 全国一半以上的人 都是中高龄人口 超过50岁 这样的数据实在是令人心惊啊 台湾已经步入老人国度 不年轻的我们 感叹着 因生活不易 而造成少子化的同时 还能做些什么呢 除了要持续稳健自己身心外 对长者关怀议题 与个人事业的发想 调整 都应该以 早为高龄社会的日本为借尽 日本从1970年开始 受高龄化影响已经有40年了 相关的政府对策 及社会福利制度 公共建设 都是我们可以学习效仿的 无所不在的银法商机 作者春田玉之 以日本人的角度 叙述了许多 我们正往高龄路上的人类族群 没思考过的观念及想法 这些案例消化吸收后 再转化成属于台湾文化的新契机 为了现在自己的荷包 尽一份心力之外 也提早认知 高龄者会遇到的难处 用行动去应援老后的自己 化危机为转机 让已无法避免的高龄化社会中 每一个长者 都能活得更幸福 更有尊严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银法族的特征 以避免误判市场 银法族通常资产雄厚 但现金为薄 消费形态则属于倾向储蓄 因为要因应突然需要高额支出 平时也简约不太花费 消费形态又可分为 流动性消费 日常生活用品金额低 资产性消费 非日常消费 较昂贵 非常时刻才买 比如金融商品 装潢整修 海外旅行 丧礼墓地等 资产流动性消费 先以资产支付出其费用 再以流动现金支付运转费用的商品 比如付费养老中心 度假区会员 汽车 不合理中存在的商机 花俏的色彩运用 让熟灵族心情开朗 感觉自己变得比较年轻 位于严寒乡下 却仍大受欢迎的养老中心 负责介绍社区的都是住户 比如如果是台中来的人来参观 就由台中搬来的住户负责 介绍人还可以获得月费的优惠 作为奖励 大森百货 目前已和唐吉科的合并 卖别家买不到的东西 年仓银纸 高龄者那个年代的法辣 不问购买的价钱 免费协助搬运上车 让银法族不只是消磨时间 也是消费商品 游览行时间消费 参观许多地方 同事某些活动 然后进行时间消费 市面上不乏针对年长者 走走看看的旅游行程 建议可以再深入一点 将长者的需求再串联 创造更多长者的体验满意度 规划更容易连接到物品消费 有三个关键 串联连锁 比如在大型澡堂 澡堂泡澡 泡澡后口渴 喝酒后想吃下韭菜 肚子饱了可能会休息 休息室 按摩 理发厅 之后会想再泡一次澡 清存代谢 身体流汗 消耗热量后 会想补充水跟食物 是一个一点都不刻意 不惹人厌的促进消费模式 知性感知 看完电影或音乐会 提供可以继续享受电影 或音乐带来的余韵 布置相关商品的咖啡厅 这里提供一个理想的范例 Lacro 一进入馆内 便换上专用浴袍 产生难得来一趟的感觉 所以不会太快离开 顾客拿到一个付IC晶片的碗袋 像电子钱包 可随时消费付款 掌握影法族的不安 不满 不方便 不安 健康不安 是需要照顾或协助的 针对这些部分强化支援方案 年长者较常出现状况 所谓 脑血管疾病 第二失智 其次 关节疾病 骨折 跌倒等运动器官障碍 经济不安 对已无法从事生产力的自己 会将有限的资金更加妥善运用 孤独不安 对自己生存价值的不安 需要建立自信 不满 解决中高龄女性的不 可力资 30分钟交错重训 与有氧健身俱乐部 只限女性会员 没有镜子 不化妆也能开心运动 解决都会区饮法族 再饮食的不 便利商店超市化 有益健康 价钱便宜 新鲜 独居者麻烦的三餐 少量购买 不方便 要解决身体机能低落导致的不 体力较差 但不希望被当成老人看待 老花眼 海报宣传单大字体 减少刺眼的荧光色 免费出借老花眼镜 出入口卖廉价老花眼镜 腿力衰退 减少台面高低差 手扶梯速度较慢 椅子摆设 平尿 厕所位置明显与方便 不要过度自动化 自动掀盖 挥手冲水 或是不常见的自动设备 必须大字体加注说明 听力退化 背景音乐的选择 与音量调整 发音要听得清楚 认知机能退化 推销时 只诉求一个项目 不要长篇大论 不啰嗦 还有哪些想法可以延伸呢 除了众所皆知的成人止尿部 在年长者交友服务方面 也可以设计的更多元 更优质 养老中心相知相惜的友谊伙伴 离婚 上偶 找陪伴后半生的伴 另外还有KTV 白天包厢 可携带外食 提供运动和歌唱讲座 提供健康餐点 智慧型手机 字体大的简洁选单 有按压键的触感 从界面下功夫 专用费率 也因平板电脑体积大 也容易看得清楚 年长者的主战场 也可能从智慧型手机 转移到平板电脑 家庭式餐厅 便宜 饭量和热量较少 老奶奶新闻主播 退休生活电视台 日本网络电视台天草 颠覆主播年轻貌美的传统 批用了104岁的老奶奶 森智奶 和92岁的黑串贺江 担任当家主播 意外地创造了高收视率 也成功引起话题 不容忽视的金孙桑基 所得低落 经济持续低迷 加速了大家庭的形成 日本社会 逐渐回归大家庭状态 或许这是高龄化后的社会 必然会产生的社会现象 丽卡娃娃已经出现了 外婆的角色了 长者商机 也伴随着疼爱金孙的商机 另外还要注意 年龄诉求需谨慎 文案要避免使用高龄者一词 但同时扮有优惠方案的文案除外 对年龄歧视的反感 现在人的高龄者意识 越来越薄弱 以前60岁 是退休年龄 但现代人不觉得自己是年长者 平均的寿命延长了 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 让这个世代的长者更舒适 自在 也同时在帮助我们自己 未来的人生道路上 能够更顺畅 更无忧 对于年长者 你曾看过什么样的设施或文案 让你特别印象深刻呢 写在留言跟我分享好吗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